这次终于没有白等 从40万一口气跌至25万 谁说便宜没好货呢 而一下这三款的营都是抛出了网炸 价格也是一路狂降 尤其是第二款和第三款 一会没有个十万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性价比可以说非常的高 更是深受我们消费者的认可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宝马5系 这款在同级别车型里面 无论是品牌影响力还是产品力方面 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 目前官方指导价43万6500到56万2500 综合让力能够达77万 入门集成一口气跌至36万左右 就能够入手 优惠力度虽然很大 不过招款车更建于属达530低配版本 优惠后的价格是414800 相比入门集的525版本只归出了4万 但是在动力方面却盼弱两车 搭载了代号为B48的RNT8IT变得香 零摆加速能够达6.9秒 最大马力252 最大扭矩350 油耗更是能够低至8个 升降档也是非常的积极 丝毫不会出现拖拽感 而这款呢 相比A6和奔驰翼 他是属于一个全能选手 要操控有操控 要动力有动力 要空间有空间 外观方面 双肾的中网就好像惊涛骇浪 要把你吞没一样 冲击感非常的强 再加上前后50比50的配重比 前双插臂 后多连感 路感非常的清晰 脚感也是比较线性 转向更是没有虚位 实际行使起来 让你会感觉开的不是一款车 轴距更是达了3米105 相比奥迪A6L 奔驰翼 他的轴距是最长的 底盘的调教 既兼顾到了运动 又兼顾到了操控 尤其是在高速上面行驶 德系车的优势 一下子就发挥出来了 只不过这款车的缺点就是 座椅不是真皮 而是人造格 内饰方面会存在异响 低速形式会存在顿挫感 不过真正等你入手之后 你就会明白一句话了 年少不知5系箱 错把3系当梦想 现在迂惠力度这么大 你会入手吗 第二款奥迪A6L 很多人经常拿这款 这款车和宝马5系奔驰翼 做对比 到底值不值得入手 在我看来它非常值得 因为它的性价比 在BBA当中属于最高的 价格方面是最低的 是我们普通人跌跌脚 就能够买到的 而它的机械素质 对得起豪华品牌这几个字 外观方面 星空状的中网 对我们年轻消费者来说 非常的有诱惑力 并且车身侧面的腰线 也是非常的优雅 更是自带气场 官方指导价 4279-656800 综合让力能够达到12万 最低企券价34万左右 就能够拿下 车长5米038 轴距3米024 虽然不如宝马5系长 但是商务接待也是够用了 再加车里三块大M型 科技感十足 同时又把车里的档次感 提升了一个台阶 只不过它中控台 也是存在异响 低速形式会存在熄火的情况 不过车屋玩车 如果都看缺点去买车的话 那么很难买到 自己喜欢的车型 动力层面全系2LNT7档式双离合 封为高低功率 入门级版本就不要入手了 它和宝马5系是一样的 建议考虑它的2LNT高功率版本 马力245扭矩370 0百加速7.8秒 价格方面是只差出了3万 再结合前后五连杆 既兼顾到了舒适 又兼顾到了操控 可以说买这款车准没错 再加上现在价格狂降 你会入手吗 第三款捷霸XFL 官方指导价399800到499800 综合让力能够达到近17万 最低起伏价23万左右就能够拿下 也是有部分地区 优户R25万多 这一点也没有必要纠结 但是同样也能够看出来 为了销量简直狂甩 虽然账款者品牌影响力不行 但是在动力方面的表现 也是非常的给力 2.2LNT8IT变分箱 虽然分为高低功率 但我更推荐入手单的 两期最显豪华版 优户R9万 马力R250 扭矩365 0百加速7.4秒 动力更强 况且还是和宝马武器使用的同款变子箱 以及近50比50的配重比 转向更精准 操控也是没得说 况且还是大后驱 纵持发动机 都是能够给到你不一样的行车体验 车长5米102 轴距3米1 空间方面要比以上两款更宽敞 坐进车内满满的英伦风格 如果你预算不足 买这款的 那绝对能够满足你的需求 但你同时也要揭示它 频繁印象力不足的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BBA优惠力度一个比一个大 并且都是到了抄底的时候 你更看到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